台东省一名罹患艾滋病的男子骑乘脏车抢劫檳榔滩 嫌犯逃逸之后还折返现场再抢索两盒檳榔 由于他持刀因此没人敢反抗 整个过程都被监视器录下来 而远警巡线上门打人 逮人他还以染上艾滋病来恐吓警察 68年次的装姓男子 12号傍晚骑乘一部偷来的机车 持刀闯入风源合作界的一家檳榔滩 开口就是要钱 他一进来就把水果倒了晾出来 那檳榔小姐他就非常的害怕 就任由那个歹徒收刮他抽屉里面的财物 一共抢得七千多块钱的现金正准备逃逸 突然又折返要的是免钱的檳榔 因为歹徒也可能有吃檳榔的习惯 那请那个小姐拿两个檳榔给他 那小姐因为大于他有拿刀嘛 还是要顺从他 整个过程都被拍了下来 远警巡线上门抓人 没想到这个时候 嫌犯拿出了身上的注射器恐吓远警 他是说他有艾滋病 那我们严谨也蛮认真的 他也当场就是说 没关系 我们很有经验 就还是把他逮捕 直接上告 想用艾滋威胁 但是还是难逃法网 解犯原本就因为吸毒罹患艾滋 没有钱买毒 才又铤而走险 迟到抢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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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